4月11日,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,有记者提问,美国政府试图重启与中国的高层对话,包括重新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。但据报道,中方冻结了与美方的高层外交接触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对此汪文斌答复道,当前中美关系遭遇困难,责任不在中方。 汪文斌还强调说,美方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,停止损害中国利益,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兰,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,应同中方相向而行,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。外交部说话当然是比较温和的。 而我如果用大白话理解,就是记者问,现在美国急得上村吓跳,天天盼着要到中国来找你们谈谈。但是你们怎么不搭理人家?我们回复说,你还问我,你去问美国。看看他都是怎么做死的。 我们为什么不见美方?因为美国已经疯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见面沟通已经失去了任何的意义。美国已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。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 美国当面说的话,转个身就能忘记。纯粹都是皮话。我们都知道,最近各国元首都跑到中国来访问。 但其实最想来的就是美国。从今年年初开始,布林肯就迫不及待地要来中国好好聊聊。没想到出现了气球事件。拜登在刚开始一直强调就是民用气球。想把这个事情偷摸得压下去。结果共和党不买账,天天说拜登是在通共。不仅纵容中国的气球到处飘。 居然还想派人到中国去求和。拜登万般无奈,为了洗脱通共的嫌疑。只要毒狠,用导弹把气球打了下来。 布林肯一看形势不对,也不敢去中国了。只好推迟了访问。气球事件平静下来以后,布林肯屡屡放出风声。 说自己并没有取消对华访问,仅仅只是搁置了。随时可以再去中国。 如果说布林肯还有些矜持,那美国财长耶伦就直接了。最少五次对媒体说,希望能早日访问中国。 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。但是我们这次的态度很冷淡。对布林肯和耶伦的各种暗示甚至明示,基本上是不搭理。 就摆明了不想让他们来。看到布林肯和耶伦的请求没有回复。于是拜登就亲自上了。上个月中旬,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。 记者问道,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。 期望拜登和中国领导人在接下来会通话。请问中方是否在对可能会有的通话做准备?是否能进一步介绍情况?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。中美之间保持着必要沟通。我们认为沟通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增进理解。 管控分歧,不能为沟通而沟通。美方应当拿出诚意,同中方相向而行。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返正轨。 咱们还是大白话说,我们答复的意思就是。想找我聊天可以,但我没空陪你下车。你每次说的都是屁话,都是耽误我的时间。 现在中方觉得和美方沟通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事实上确实也没有意义。去年佩洛西要窜访挖岛。严重违背了拜登的承诺,就是说一套做一套。 对此拜登是怎么解释的呢?作为美国总统,拜登说佩洛西要去挖岛。我有啥办法,我管不住他。拜登说的这个话有真的也有假的。 真的是拜登真管不住他。因为佩洛西议长的位置不是拜登任命的。而是中医院投票选出来的。拜登和佩洛西没有上下级关系。假的就是,拜登好歹是美国的扛靶子。绝对是有能力影响佩洛西的。说个最简单的,佩洛西是搭乘美国军机去的挖岛。这绝对不是个人行为,拜登如果真要管。他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。 一个电话,就能让局方拒绝,为佩洛西的搭乘请求。拜登要拦住佩洛西理由太充分了。就告诉军方,我前脚给中国承诺了五不四五亿。佩洛西后脚就拆我的台。 这不明摆着要出我洋相吗?这不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打我脸吗?这就是和我对着干啊。但是显然拜登不是拦不住佩洛西,是根本就没拦。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敢拦,而是直接放行了。 那我们现在就很明确了,你堂堂美国总统。说的话屁用没有,我还浪费时间和你谈什么。现在的美国一边各种放出风声。希望和中国好好谈一谈,明显是有求于中国。 一边又在干什么事情呢?麦卡西斯会猜你,对挖倒均售6亿多美元的装备。威胁洪多拉斯,不许他们和我们建交。在菲律宾增加军事基地,明显就是要针对我们。美舰闯入西沙领海。进行了更加严苛的芯片制裁法案。还有更过分的,在中国的支持下。伊朗和沙特复交,声明将共同维护中东和平。 看到这一幕,美国是真急眼了。干脆把脸不要了,公开说对此深表失望。以上这些都是美国干的事情。然后美国一边干着这些事情。一边对中国说中美沟通非常重要。咱们为啥不好好聊聊,简直是太贱了。可以想象的是,如果真的和美方聊。说啥美国都会答应,开完会转身就忘。该做死做死,该犯件犯件。 然后拜登解释道,我管不住他们。那既然如此,还和你谈个屁。这就是今天的美国,各个部门也没个统一目标。大家各干各的,完全是一个疯子。 根本就没有统一的意志,更谈不上什么国家战略。这一次美国是什么人要急着过来找中国谈呢?一个是现任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。 已经和媒体说了无数次了想来中国。他来中国想干嘛?目的很明确,就是让中国多买美国的商品。说根据四年前中美双方的贸易谈判,中方在协议中说过,要在2021年多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。 结果现在承诺没有达成,才完成了一半左右。所以雷蒙多准备过来兴师问罪,要中国履行承诺。那中国为啥不买了呢?因为前一天贸易谈判刚搞完。 后一天特朗普就撕毁协议,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,疯狂增加关税。同时对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全面禁售。相当于就是把贸易的大门给关上了。 然后现在美国见兮兮地跑过来问,你为啥不买我们的东西了?芯片不让你买了?你可以买我们的玉米、大豆、小麦。 就是在美国看来,他和别人签署的协议。只约束别人,对他来说批约束力没有。你说这是不是犯贱?还问我们为啥不让他过来聊聊?这里要说的是,原来我们经常是购买波音飞机和相关零器件。现在订单都给了欧洲的空客。 波音的销售量节节下滑,都快撑不下去了。现在美国的商务部,都急得跺脚了。另外一个想来中国的就是财长耶伦了。天天盼着过来聊一聊,他的目的是什么呢? 那更简单了,现在全球都在抛售美债。耶伦就是准备过来推销美债的。 因为美国的国债不仅卖不动,还又要突破上线了。耶伦想说的就是买点吧。吃不了亏上不了当,救美国就是救中国。你中国有三万亿多外汇储备,买一万亿美债怎么样?但是现在的局面太清晰了。别说咱们不会买美债,就算三万亿都买了美债。 美国还是该围堵围堵,该遏制遏制。该窜访窜访,要做的死一个都不会少。耶伦会说,那是美国其他部门干的事情。和我有什么关系?这就是美国现在干的事情。各个部门各干各的,还要找你聊聊。 你和他们聊了也是白聊,屁用没有。你抛售美债也好,购买美债也好。美国该干嘛还是干嘛?现在的美国已经到了疯狂失控的边缘。商务部和财政部是具体的业务部门。多少要承担点具体责任。 而剩下的什么参议院、众议院?全都是表演行政客,屁责任都不需要扛。为之能不能坐稳,纯粹靠自己的演技。尤其是表现的要反华,要足够的政治正确。其他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 所以为啥中美博弈美国一定会输?美国不仅仅是下一届政府要干死上一届政府。现在更是群魔乱舞,各个部门一片散沙。相互要干死对方,都要出对方的洋相。 其实无论对特朗普还是对拜登。他们现在真顾不上中国。而是首先要搞死对方,那才是真正的敌人。